在礼拜其中一个大新闻 就是川普在15号当天也出来说 他会出来竞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 那这边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美国共和党在这次其中选举 虽然赢了 可是表现比预期中还差 而且川普支持的一些大候选人都没有上 像是我刚刚说的Dr. Oz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Arizona的Governor Carrie Lake 这几个都比较极端 Carrie Lake他是直接说 如果我输的话 我就知道说这绝对是坐票之类 那种悲难的说法 他支持的这些人都没有上 那就变成共和党内部在说 川普这一次似乎也是拖我们后腿 他就 就是共和党内部把他当成侧义来切割了 懂意思了 懂了 所以变成说 他们现在可能会支持的人就是Ronda Sanchez 就是Florida Governor Florida州的州长这样子 那就是除了这些共和党内部的人在切割他之外 连他女儿都出来说 我爱我爸爸 我很支持他 可是我会在政治以外的地方支持他 就感觉起来 Yvanka Trump 可能不会再继续支持他爸爸竞选第二任总统 这样子 这一点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对川普蛮伤的 或者是他就是还是支持他 只是就不要跟我谈政治的意思啊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事情就跟我无关了 Right 当川普的副总统的Mike Pence 他也出来讲说 Trump endangered me and my family and people who were in the capital building that day 好就是说那当天 那1月6号冲入国外山庄那天 他说川普其实害我跟我家人都遭受到危险 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是有越来越多人站出来 说川普的 就是好好说川普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 可是有些人会说 哦那这样子是不是川普就拿不到票 那不一定啊 他还是有很多人支持啊 他绝对超多人支持的啊 他以前当过总统耶 拜托 对就是而且共和党上一次是怎么样 不小心让川普当上总统 就是每个人都在嘲笑他的时候 说啊他怎么可能先上啊 他他以后没有帮助之类的 所以越笑 他那次就上了 越攻击 他反而才会上 就会上 你说像高宏安吗 我忍不住 对啊 因为你记得有一次那个 他第一次在选的时候 他在那个辩论会跟希拉瑞在辩论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说 The system is rigged 对对 他就一直在说 The system is rigged I'm gonna drain the swamp 对 他说整个 整个政治体制里面都有问题啦 我要进去改革啦 三小的 然后下面主持人就直接跟他说说 你没有证据的话 你没有办法一直说 那个system is rigged 是有问题的 然后川普说 说 because I use the system 我就利用体制的不公让我赚钱 不然你是要怎样 OK 然后大家就 所以对美国人来说 就是听到有人直接 对有钱有权的老白人 直接把这种话摊开来 在阳光下直接把这种话讲大声讲出来 对大家来说是很刺激很开心的事情 当然 来 就像我们听到王世坚 在骂车翼的时候 我们说 Oh shit 摊开来讲了 哇 民党内部自己出来说啊 因为他 你有看到王世坚就直接讲说 我知道你们后面拍戏怎么样啦 对不对 我就是Oh shit 好好笑 Oh shit看戏 我要吃泡米花了 你看好好笑 对啊 所以那时候川普这样子 就让他 得到了那个 共和党内部的提名嘛 那这一次 川普出来选 虽然说目前 有可能因为他的原因 让其中选举表现没那么好 可是直到最后 一刻之前 我都不会count Trump out 因为他永远就是有 那么的有影响力 Right 嗯 好那这边 我们补充一个新闻好了 最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 看黄明志的一个YouTube影片 就是他去拍那个 卡达世界足球赛的一个MV嘛 好棒哦 他那MV 好酷哦 那可是他也拍了一个 就是幕后花絮 就是讲说 他在拍MV的时候 是如何遭遇到各种困难 从他原本去之前 要联络当地的制作团队 然后结果制作团队说 哦 你的那个言论有点敏感 我没有办法跟你合作 他们说你有争议 对你有争议 我就没办法跟你合作 然后不止一家公司 这样跟他讲 好像整个industry 没有他就第一家被拒绝 第二家第三家 到最后就有一家 告诉他你不用再问了 我们整个国家的 的制作团队 都知道你们要来 制作权都知道你要来 对 那他就说算了 他自己去 那他就说在那边拍啊 常常就拍到一半 遇到问题被赶走啊 那可是他就看到 旁边的白人 在拍就没事 然后他说 我知道你们怕我拍到 你们场馆还没弄好 三小的对不对 对他说 我拍的是你们漂亮的地方 我又没有去拍 你没弄好的地方 这样 这蛮好笑的 他说白人都没事 可是我最近有个新闻 就是白人其实也出事了 就是有一个丹麦的记者 在那边做转播直播的时候 也是当地的警察 跟Security就跑过去 叫他停止在做直播 就是停止做新闻报导 那并扬言要砸毁他的相机 然后这件事情 就是全部放到网路上之后 隔天卡达的国际媒体办公室 就出来道歉了 对 而且不只是一名保安人员 是三名去 靠北啊 三名也太多 对 就是看到他在拍嘛 然后就跑过去 就开着那个高尔夫球车 过去他那边 然后跟他讲说 就是要砸你的相机之类的 对啊 因为他那时候 还有拿出他自己的记者证 给他们看 说我是记者耶 然后说我不管 对对 那些那些 Security都不管 真的就像黄明志说的 这国家什么 没有 就保全最多了 对 你知道卡达是世界 GDP 人均GDP 第四高的国家 哇 他们很有钱 对啊 因为黄明志就有说 这个国家还 还没有准备好 迎接足球赛 因为到时候 全世界的球迷 都会带着他们的相机进来 你们准备好了吗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第一个新闻 我忘记在哪个平台上面了 然后我就直接 用百灵国的账号 在那个新闻下面 在IG上面留言说 Katar is not ready 嗯 然后被赞爆 他说有几千个赞 哇 一千多 一千多个赞 天哪 然后就一对人在下面吵架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各个 各个外国人在下面吵架 It's pretty fun 好好笑哦 不如柔 applicable 字幕 by 杨栋章 232 说明 tela 104 个月 1日子 2013 23 2014 22